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空要休闲一下的话 我就看橄榄球比赛的精选了 另外就是今年换了个名字 但是一年一度的喜剧大赛 我也看了一些 这也可以做娱乐 当然我们成光有不少的朋友是关心 2024美国国家这要发生的事情 于是我们要因着明天晚上 有应该说是大选前唯一一场 两党候选人的辩论赛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哈里斯代替拜登 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但是他呢 到目前为止 只接受过一次非常友好的CNN的采访 并且是和他的副总统一起接受的采访 如果你听了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内容很有限 不过明天如果是辩论赛的话呢 他辩论的话 他这个就不得不有些实际的内容 我们明天可以可以看完之后 或许后天再评论一下吧 那我今天呢就想的主题啊 给大家列一下两港两党的在他们竞选 竞选网站上的党纲啊 那你可以说啊这个竞选网站上 那都是把自己往好了说啊 但是我们目前就就先把这个 这比较容易做的事情 今年成光呢 有几个啊 期望啊 期望做几个大一点的啊 稍微可以比播客有价值的东西 一个呢 是可能下个礼拜就可以把它啊 放上网的就是我们在达拉斯地区有一个 自由第一第一自由吧 first liberty first liberty institute 他们啊 过去年的一年的预算已经达到了2500万美元了 25个million 为什么他们的预算用来干什么呢 啊就是在全美各地 帮助打各式各样的宗教自由的关系啊 那这个呃我们朋友们啊 如果你真的关心宗教自由的 你呢啊就不要只是做键盘侠 也不要只是发发牢骚 你就我建议你关注这些在干实事的人 就你不大家不都像都相信吗 自由是要争取的吗 那自由争取又不只是一场选举 那不然的话你2020年11月之后你干啥呀 人家这个first liberty institute 过去二三十年 持续性的打宗教自由的关系啊 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们呢就邀请他们啊 邀请其中的一个代表啊 他是associate general council 来给我们做了一次讲座 那这个讲座呢我们请啊 这个聪明的同工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啊 中英文字幕啊都已经弄好了 但是呢我们还要做些后期处理 比如把这个他的powerpoint呢 放在合适的位置 所以啊下个礼拜可以上传 我我得这么说就是在我听他讲座的时候 收获不少知道有哎呀这个在干实事的人 是真的有影响力 嗯我也不觉得其他的中文媒体 嗯跟first liberty合作啊 啊至少根据我们的联系应该没有啊 所以也没有人做可能把这样的翻译出来啊 关于这个教会有多么大的重要字 目前有多多大的重要自由啊 就请大家耐心的等候啊等候一两个礼拜吧啊 一两个礼拜 然后我我也盼望大家可以传播出去啊 就是你在教会里讲跟政治相关的是不会去啊 夺去你5013C的 然后如果去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啊这个官司 也有人会帮你打官司的啊 啊当然我们这样人员人文言轻的地方 他一般也是惹不上官司啊 不过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在英文世界里头呢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说first liberty 不然他们每年哪里去得到25个million的捐款呢 对吧那但是在中文世界里啊 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呢啊 帮助推广帮助推广 另外还一个一个project呢就是可能我中间还会放一些别的视频呢 但是我们还一个project呢就是啊 我们今天算是个预告预告啊预告吧 这个目前时间来不及 只能在两档的竞选的这个网站上 但是呢我我们接下来要要把这个两档的这个platform 就是他开了代表大会 他这个发向各处的啊就是两档的这个各个层面 有基层的中层的就是在各州的这个高层的在联邦这个national office啊等等 我这些他们那platform是各处要传达的嘛 我们把他们那两个呢再对比一下就更公平了 那大家也知道这主流媒体那是显然站边的啊 就是有些站边呢就是已经已经就是说顾不上脸面了 那有些呢他就他就还要还要还要显得有有脸面 那说实话我们啊我还是说人家主流媒体这个影响力这么大 然后这个这个确实是影响了影响给大家 这个所以呢我们也得知道这个主流媒体他他拉偏价啊 那你得了解他啊不过呢我今天啊今天我就给他很快的还是做这个 不做一下这个关于两档党纲的在这个这之前这之前 因为我们这我得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在教会讲到的内容啊 这也可以体现得出来啊我们陈光啊虽然关注2024 中总大选但是这只是美国发生的事情之一 只是之一就好比2020无论大家觉得当年啊有多么 当年你是投入了多少的感情纠结在里头 但是过去就过去你2024以从现在来看是不是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 这个是会影响到美国的但是呢我们会迎来2025年会迎来2026年啊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啊长期的所以我昨天讲到内容呢我就我就说到耶稣在地上传讲的第一个信息也是他反复传讲的信息是天国经你们应当悔改 对基督徒来说无论住在哪个国家最重要的国一定是天国那天国是有正理秩序的那天国的中心是谁呢是以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圣子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所以基督徒来说啊最重要的政治就是众人知识一定是成为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 对教会而言呢最重要的一定是天国 那教会的讲道呢是把天上的属天的信息带到人间啊至少我每次讲道前都是如此这样的祷告 那我们成光作为机构作为基督教的机构啊特别是在评论时事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做接地气的观察 那限于我们啊经验吧限于我们的人手我们毕竟是第一代移民其实对美国的政治运作了解还是有限的 而且呢我就我就这么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会多少懂多少咱们就说多少啊我们啊不不太三不不怎么三清而且呢我们不希望搞的是不懂的好像说的自己懂一样 美国的这个这个利益集团那得多少啊就说其实川普在过去八年 我就说他他可以把切尼这样的把利斯切尼 而不把迪克切尼这样的家族可以扳倒 这个事情其实是是一个挺大的事就是他怎么可以把他们就是弄倒 那然后我这是正面的例子那反面一点呢就是川普在亚里套拿把麦克因家族把他们相当于宣导了那对他在对共和党在亚里套拿确实造成了很多的就是因为他们家族在亚里套拿加大业大嘛就就是你你比如这个目前选情也也这个待定等等那这一些呢我们我们我们在这里关注就说这是公共亚里套 这些关系到具体的在政治选举的这个运作当中他各个各个这是这些家族势力啊有的也不见得是家族哈那比如肯尼迪家族那目前你就有这个啊 啊Rob F. Kennedy这个小的小小的那他就你哈这个他就支持川普那他家里的其他的人呢就支持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民主党是他们民主党这是他们啊他们家族嘛哎呀这个我我就我我其实这些事儿吧这个要说那应该是已经跨界了这是人家这个那个行业我们呢是不是跟大家说一说那尽量就跟大家这个 相当于是让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处境啊有的时候呢也是也是就是在唠叨几句过过嘴瘾也也不过嘴瘾我在哪那么多时间过嘴瘾我就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这得要知道比如说20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小布什小布什他选副总统他当时怎么样他说他让啊 他让迪克切尼做他的这个啊寻找副总统的这个委员委员会的Community Chair然后找着找着找了找去的迪克切尼说那我那找既然我给你找的都不合适要不然我做呗哎最后就说迪克切尼是他的副总副总统然后他是一个著名的鹰派就是就没事就喜欢去打仗所以伊拉克战争会被美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会打起来那和迪克切尼那是有 直接关系那当时迪克切尼被被美国的主流媒体那是骂成了骂成了塞子吧那就是把他那时候往死了嘛这一点上来说咱也得看这个主流媒体真是真真是没有道德底线那20年前骂了他把他往死了嘛那最近呢因为迪克切尼说公开之公开反对川普支持哈里斯做中毒他就开始捧他了我说我这样的我说实话我这算有点能 能扛得住恶心的事我听这个我都受不了就是因为问题是咱们20多年前虽然记性不好但是大概的印象有那那主流媒体把这个哎呀把迪克切尼那骂成了什么样啊就是那时候主要是骂什么呢我就记得是骂小布什傻骂迪克切尼坏这就是主流媒体干的事那现在呢哎小布什谁这个从来就没支持过川普 那切尼呢迪克切尼呢从四年前就开始强烈反对那现在他就更是啊就是啊公开的说他要支持哈里斯咱们就就懒得分析他懒得分析他但两点啊就说一个就是切尼本来他在共和党是有很大的势力的川普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家族就这样就这样扳倒了没有什么影响力迪克切尼这个啊 他说支持哈里斯不会对川普有什么影响力反倒有可能反倒有可能让那些就像我这样20多年前看过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还记得这个切尼可是当年我如果没有他美军卷入伊拉克战争可能性不大呀哎呀话说当年伊拉克战争那我们就得说在当时美国的参议院是77票通过啊那显然是两 党党都都啊都基本上on board的嘛你现在回头看啊这个不论你当时是强烈支持一般支持还是反对你现在回头看伊拉克战争显然没打好嘛你这这这劳民伤财而且对对伊拉克的帮助也有限但是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而且呢小布什啊因着在切尼的影响下的这种啊这种 嗯在过去好他们叫鹰派吧这个目前的这种外交也好或者说他们称这个会新暴走主义neoconservity这些已经过去了啊这个过去哇这是这是个美国政坛的大事情那我讲了这些啊我就盼望大家知道我们吧我们这个成光的话他就是要做接地气的观察然后呢 我们也也是可以也是应当戴上圣经特殊启示的眼镜啊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啊这我就再用一下昨天我这个讲到用的一个经文啊这个在马可福音也有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有马太福音12章25节一国一城一家都被耶稣说圣经这么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毅力就对他们说凡一国相争凡一国自相分争就成 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分争必站立不住啊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国成家那国呢就是巴斯利亚王国的意思成呢polis就是特别是希腊城邦的家那就是家庭那当然有的在那个时候家庭可能很大的这都是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熟悉的政治词语啊 你你从小的看从家庭从家族到城邦到王国啊如果用我们成光对广义政治的定义众人知识那么在这三类众人知识里头呢有一种情况会带来破坏的就是自相分争 人类历史好像就是不断的想避免自相分争但是又会不断的失败以至于过去两百年啊就兴起来特别在二十世纪就兴起这种啊极权政治 以共产主义的形式来体现几千政治呢从来都是有人的从来都是有人喜欢的那为什么会吸引人呢因为看起来有一个最强大的领袖就能够避免自相分争那怎么可能人的罪行在那里怎么可能避免因为人类堕落所以避免不了自相分争所以我们就不要期望天国带到人间了所以就是要面对自相分争的现实 那那话说这个美国的政治啊就是从建国先复开始到现在啊他们开头也不像那么让两两党对立的但渐渐就是这么形成的啊当时的再说当时的联邦党人后来联邦党都都消失掉啊跟联邦党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算是竞争的 这个民主共产党的这个民主共产党后来就分身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啊然后这民主党和共和党那个当然是起伏跌宕老到了现在看起来就是比较啊比较强大的一种纷争的力量 但仍然仍然我我我希望我们的金融姊妹哈就是听众嘛哈你呢可以讨厌那些民主党的政客啊或者我们听众当中有些人讨厌这个啊川普啊但是你可以讨厌讨厌具体的人但你不要讨厌也不要恨恨恨那些支持民主党和支持共和党的人啊 那我们可能这晨光比较多的听众是支持共和党支持川普的啊我我们啊我们盼望这个有利有据的做嘛对不对所以呢在2024年啊这个我们会把两党党纲列完以后我们就下个结论啊在我们这个下的结论呢对美国的选票是没有什么影响你别听了一些人觉得好像这个这个他怎么使劲就能够啊多拉多少票一样我倒是说你要真想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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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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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就得说 我还是用球赛作笔 你可以支持球队 你也可以把这个讲得更加剧烈 所以你看 你就反对对方的球员 但是你别反对人家拉拉的喂 对不对 你在美国你喜不喜欢 承不承认 反正基本上就是现在对半分 这个中间的可能比较多 但是你最后的结局是对半分 你稍微多一点 就52%对48% 你不能把剩下48%的美国人 你都给他恨了吧 你都给他厌恶了吧 你都把他描绘成魔鬼的帮凶了吧 这不行呢 是吧 好 哎呀 我这个又啰哩啰嗦讲道理去了 来来来 我们很快说一下两党的这个蛋糕 再说呢 我们就发现有些工作 你只做这个很肤浅的工作吧 有可能我这读讲一些大家可能也会有收获 我讲一些这个 从两党的这个竞选网站上拿出来的 你会发现哎呀 都特别的讲自己擅长的 比如这个川普他的一个大标题 就是重建强大的美国经济 在2017年他通过了创纪录的中产阶级税收减免政策 把儿童税收减免增加了一倍 然后呢 他削减了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多的那种法规 所以实际工作迅速的增长 然后家庭就是每个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了最高的水平 这个确确实实是如此的啊 然后还有收入失业率 这个贫困率啊 包括给黑人啊 西班牙裔的 墨西哥裔的这个Hispanic都都创下了历史新低 然后川普有一个政策呢 这个在他们的竞选网站上他也特别提了 他制造创建了9000个opportunity zones 这些是特别对那些黑人聚集的 那个Hispanic聚集的这个社区 那这个我们要是对比一下这个哈里斯 哈里斯就是民主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呢 他也会说他也会说他说我们呢主要是要给工薪家庭减免税 那根据他的计划呢一亿多的美国工薪阶层会获得免减税 然后特别他说要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啊 为新生儿的家庭提供6000美元的减税啊 诸如此类的那他们可能会强调说啊 他们的计划会让低于40万美元的人啊 不会交更多的事 因为啊民主党其实他的总的政策来说呢 他都是不加税就好了啊 别说减税了 但他特别强调说我们不会给低于40万美元 也就是说他们会给啊 让那个最富有的那一群人和公司交纳更多的税 他怎么完成哎这个没在没在竞选网站上 咱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那我讲到这里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都有都有这样的这个印象 就是共和党是强调减税 那民主党的是强调加税 那么啊然后共和党的是相对来说减少公司法规的 那民主党的是相对来说更加强调管监管的 那这里头呢需要有一个平衡 因为你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的没有监管的社会 你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没有税收的社会 这在当代社会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一届政府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首先那样的情况也不可能 这里头的平衡呢 这就是两党要要去制衡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给陈光朋友一个我的个人的这个一个见解哈 就是其实讲到头经济政策是每一次选举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会讲我们作为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还关注ethics 但是但是美国的这个决就是大部分的有选民呢 或者大部分的就是热衷真的出钱出力的 又是或者说跟利益相关这些集团这 他们主要关注是什么呢 number one 一般来说都是经济 就是有句属有一些忘记英文原文 他的意思就是人们是根据他的钱包来投票 那这里头我们真不是这个我们真不是这个专家 我只能非常非常这个所做的所做的研究非常有限 我就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讲道理的来说 就是两党的政策都一定造成大批大批的人得益处 所以两党你无论你怎么看另外一党很极端 就是我们今天想起来这个民主党怎么会支持变性 怎么会支持小孩子变性 这个很很极端很荒唐 但是呢我不觉得美国有48%的人会同意这样 但是呢对他们来说 对很多人投票来说 一个是有一个投票的惯性 另外一个呢还是他还是看自己的经济利益 特别是那些大财团捐钱 不是说只有民主党得到大财团的捐钱 共和党就没有 也不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大富翁都是像Elon Musk这样的 Elon Musk呢绝对是奇才 而且觉得我这照我观察来是一个genuine person 很真诚的人 他认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他管你管你赚不赚钱 管你这个他只有他赚钱的办法 他才不管说我在因为支持谁 我这就会损失经济利益 那Elon Musk这样的人可以是条汉子 在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他都说了他不是基督徒 那咱敬他是条汉子厉害 不但天才而且这个 这这个就是他认为对的 他就是他就去fight for it 可是可是大富翁不都是这样的呀 这个大家应该应该认同吧 而且也不只是这种billion billion 那样美国有好几百万个 几百万个million那样吧 如果不是上千万的million那样的话 那这些人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 很多人吧 我不是都是大部分按照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些经济政策呢 并没有一个那么clear cut 那至于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大家自己再去研究啊 我的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道理就是 两党都有富人在支持 两党都有很多的利益集团在支持 那各党本来有各各党特别清晰的这个基本派 但是过去八年啊 这个过去八年吧 就是这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在八年前或者说也在八年前 九年前吧 人们是没有这样的想象力 说密西根啊 宾州啊这些中西部的这个 这个叫blue war 是可能翻盘的 所以在九八九年前有很多 主流媒体制造有好多 我印象中就这样 他们认为公和党如果不 以后没有机会再赢得全国型大选了 那因为你因为他们认为blue war 这些州是肯定的 而且而且民主党在不断的拿下 内华达呀亚利桑那呀 甚至把乔治亚也可以拿下这些 所以他们当时是非常的啊 就是觉得是这这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progressive的路线就下去了 而这当中啊这个这些经济利益 各式各样的这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 关于经济政策 那如果我们成光有厉害的人啊 你别给我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结论 你你提供数据啊 提供你对这这些方面的就是经济 到底到底这个影响了哪些利益集团 这些深水的见解欢迎告诉我们啊 那当然这个啊 川普的这个美国游戏 美国游戏的这个贸易这个啊 这这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吧 但这是他提出的观念 那在很大程度上呢 拜登是延续了的 但他延续了也不肯说 哈里斯呢他也有点想借用 但借用了吧 你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你这不是你不是明摆 这些要要要借用这些idea嘛 所以呢哈里斯他们呢就在这个方面呢 就哎就不强调了 他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说哎呀现在租房太贵了 他说这个这个我们呢 要提要为全国租不起的人 咱们要提供啊 提供的是三百万套租赁单位和负担器的租房 结束全国租房供应的危机啊 那在这个方面啊这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啊 带过的人就可能会觉得好 在社会主义带过的人就知道 呃他是不是有一次他还提到过 他说那个他要price control 那这个他没在自己的竞选党纲 竞选党纲上说 但是啊 但是他提出来啊 我们要控制一下这个 他的他的提法是这么提法 他说我要签署立法 免得这些开发商来控制价格 我是发开发商他控制价格 你只要把antitrust搞好就行了啊 你只要不要让他们垄断就行了 就让市场去控制 而不是像哈里斯提出来的 我们要来立法去抵挡住这些啊 这个公司建筑公司啊 或者这个房地产公司之间这个控制价格 这个在社会主义国家待过的人呢 就知道啊 你这不就是物价局吗 你有物价局看起来是对人民好 用过去十年委内瑞拉做例子啊 他们看起来像为人民好 我们用低的物价啊 免得人们啊吃不起住不起 但你最终的结果就是降低了 这个人民的这个积极性 那最后就导致物价短期可以下降 但始终会上扬啊 这个道理啊 我想这从社会主义国家啊 稍微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都知道 哎哈里斯还提出来一个 他为首次购房者提供两万五千美元的首付款帮助 为第一代房主提供更慷慨的支持 哎你看这一点怎么就得说了 我肯定不支持这 那凭凭什么呀 这这这以前买房的人怎么办 那将来买房的人怎么办 你这就是招呼你这几年的 但是你得这么想 如果他是啊 接下来明年或者后年准备买房子的人 他一看这个他搞不好就哎 搞不好就反水啊 搞不好就想哎呦这对我有利 这个也是我开始讲的就是 人当人们而且大部分人们 他是vote with their wallet的时候 这个啊 这些这些利益这些事情就是两党用政策来 来这个夺取选票的啊 争取选票的这个政策啊 还有呢哎呀还有呢我就要看啊 关于能源这个也不用说了吧 这个能源啊 这一边是比较强调民主党比较强调环保 另外一边的是比较强调要能源独立嘛 能源独立 那么这个keystone 这个石油管道这个事 在川普 如果川普在上任 那显然就会批准啊 这个哈里斯呢他就不提这样的事情了 就不提这样的事情 能源他就仍然的强调啊 要起啊这个高质量的啊 清洁能源的工作岗位 那这一点啊 我们可能以后可以再做做比较深入的一点 这个探讨 但我我就我在这个方面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搞清洁能源 你能搞得像Elon Musk的特斯拉这样 你就尽管搞 但是你要搞成像那个 你在那个德州西部西部开车 就会时不时就会看见成片成片 这种大风车 就是那种啊 耗之几十万美元做一个这个风车 你你你不但经济效益上不去 就那样的风车你逛是消耗的这种运输啊 这个建造就是逛消耗的石油能源 你都你都弄不回来 也就是说你为了达到这个绿色环保 然后最后啊 是损失更大 最后你损失更多的石油资源 那你图个啥呢 你浪费钱我们就不说了 你这这你最后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 所以呢这个方面呢 我们得说我们不不是反对清洁能源 但是呢我们反对这个为了起所谓的这个Green Green Energy Air Green Energy 就是你这个这就是意识形态挂帅以后 你就容易造成一些荒唐的事情啊 好再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 哈里斯会在他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竞选网站上 特别强调关于堕胎的事情 他说我们相信妇女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 而不是政府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而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是反堕胎的 但是呢我们得还是得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今天的美国当今的美国如果是民主党 他只要在除了阿拉巴马这样的座以外 他只要run the issue run the abortion issue 就是他把这个作为他一个竞选议题 他一般来说都是得票的 那么川普在这个时候呢 这也是受到了很多基督徒保守派的批评啊 但是但是我我我觉得他这个作呢 是这么就是这么这么说吧 就是川普在他的这个民主共和党的网站上 就不提堕胎这个事了 和2020年确实有区别 他真的不提这个事 而且他一再的啊一再强调 他说他是不可能会去签national ban on abortion的 他一再强调law v way 起到的已经起到该起的作用了 这是各州的事儿 还有呢就是就是川普他也一再强调IVF的事情 就是人工啊人工受精这个IVF啊 就是如果天然生不出孩子 那那个通过通过这个IVF来怀孕生孩子 这是他不但支持 他甚至考虑可以在保险呢 或者在这个补助上 这都是川普啊过去和有的时候通过vence吧 就是这样的传递的信息吧 那这一点啊这个从我的我的理解呢就是 因为很多的中间选民甚至包括一些 啊就是一些左派的这个妇女们吧 他们对他们来说就一个一宿 就是我有没有堕胎的权利啊 他不见得就有说有了就去堕胎啊 但是呢他就在乎这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呢他他别的事他就不看了 那可能川普啊和今年的共和党就真的就这么决定了 就说这个事我们不让民主党这个作为竞选议题了 我们走中间路线哎 我们肯定不提倡但是呢不会说什么这个妇女 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个这个这个就已经 这是民主党的标牌了嘛 但是呢我们啊这个共和党全国的联邦的 这个我们我们已交给各州 这就是这就是今年的这共和党的这个政策 我我们得公平的说这受到了很多基督徒保守派的批评啊 不过我我觉得这个目前今年这个特别是若未未已经已经翻盘了嘛 这个对啊其实是一个在堕胎事情上已经是一个美国的啊 司法的一个重大胜利 那那这个事情就应该让他过去了 不要成为2024年的一个议题吧 但是我就comment到这里了啊 另外呢就是关于边境啊 这个也是这是显然的 所以有很多人劝呢 就说你在这个川普呢就少一些个人攻击啊 不要不要去评价人的这个讲些个不不着边的事啊 攻击啊比如说说哈里斯他到底是African American India American Javacan American 这个这个讲些这个话都都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我盼望明天明天的这个辩论的时候 看见川普少少去攻击哈里斯他个人讲政策啊 讲政策你比如边境这还有这个边境这方面呢 是这是有强大的数据而且我们也知道 那这个当川普停止了那个catch and release 这这件事情是给给美国啊就是美墨边境 减少了很多的非法移民 然后建墙修墙这个事呢他也强调会继续 并且他说这个是还有就是不只是非法移民 还有贩毒集团就会这样的不断的从啊边境这样过来啊 那么对于哈里斯呢这方面他就只是喊了口号 他说我们啊也要饱受边境啊我们啊 然后他讲着讲着他就讲成了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啊 还要努力确保任何前总统在白宫任职期间犯下的罪行都不享有赦免权啊 他他他他借此他要支持对最高法院的常识性的改革啊 然后提出要规定任期限制就是他这个这个手法就是这样的好 就是边境这个事这肯定是共和党喜欢这个有力的议题嘛 那他就说我们边境呢空腔啊这都一类似毒品都一类似我们就按照法律来就好 然后按照法律来呢他怎么没有怎么个执法他不讲他就说我们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然后呢就讲到啊这个前总统的不就是特子川普吗 然后呢就讲到这个最高法院 然后这个法院他们有点截止他没有讲court packing 就说现在最高法院是九位大法官他没有讲说他将来要把他扩容成十五个呀什么的 这是他的截止啊好那最后再讲一下就是对于啊这个父母的权利 这父母权利呢至于这个对于啊我就直接这个我也是翻着看啊 他说这个要要川普要要尽量减少政府对教育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联邦也好州也好对孩子们推崇种种族批判理论呢 性别意识形态啊 他说他要要把这个要把这个得控制住 他控制住是通过什么呢就是要 不但是让学校有竞争有活力 而且要通过家长权利法案 就是让家长啊家长有最终的这个决定权 哎这个是这这我觉得也是符合啊符合我们说就是符合圣经提上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但是父母是对孩子最重要的 那么把孩子送去的学校呢也不能也当然也不能说我这一个家庭的父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就至少你让这些家长来决定吧都来影响吧至少有不不不不 这个至于这中间的角力因为你也不希望说这个中小学的老师他凡事都得听家长 所以这中间有些角力现在是天平有点太偏向这个如果是公立教育的话太偏向这个州政府 特别是碰到加州这样的政府的话 哎呀我们这不停的看见有从加州淘打引号淘到德州来的说这个越来越不靠越来越不靠谱了 就是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他们对小学生就进行的性教育那是一定报过同性性的也一定报过变性的 然后然后他们也也也也在不断的推这种孩子们想变性啊这个不需要告诉父母 那个年龄是越来越往下这些都非常的不非常的极端 而而这个哈里斯在他的或者民主党的网站上的特别说 他说我们非常自豪的他说哈里斯主持了全美国第一例的同性婚姻 他作为加州的总检察长啊为着这个加州的是LGBTQ的可以得到公民的权利 做出努力的奋斗 然后作为总统啊他要努力通过平平权法案要坚决的反对那些也那个那个歧视LBGTQ的人啊 然后呢这个里头还牵涉到一个TITLE9TITLE9TITLE10的然后然后这个呢那个那个倒是拜登曾经想要做的事就是允许变性男子参加女子的啊这个竞技比赛等等那这些事情啊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非常CLEAR CUT的嗯但是这个这些事情呢在两党的网站上都是往后放的 也我也得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这些事情呢还是回到我开头说的他最他这个呃 美国选民也好美国这些利益集团也好工会也好美国的这个各样的组织也好他们更多的还是看自己的利益所在啊原则也有但是这个原则在经济事情上并没有那么一个CLEAR CUT 在刚才讲的比如说啊这个变性这个方面那这个是非常CLEAR CUT 就就是啊在民主党的网站上他们以此为好那在共和党的网站上呢就比较强调啊他们要让家长来决定而且比较强调啊上帝啊也不他没有用上帝这个词了比较强调一男一女啊啊就是啊比较强调婚姻啊传统的婚姻价值家庭价值观等等好 那我们今天啊真的是就先到这里我们盼望以后呢能够做个更详尽的这就得要看两党的党纲了好啊那就请啊大家关继续留意哈我们成光会啊会这个接下来会推出几个我们觉得啊刚才不止first liberty吧可能还会有有几个有比较长远价值的不只是2024大选的但是2024大选呢我们可能这是有关两党政策的一个 出探还会有更详尽的并且啊做成video形式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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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